第二个问题说 学佛的人活化之后 几云出许多舍利 不知道什么叫做舍利 那它又代表什么意义 舍利是古印度化 就是凡语 翻译成中国的意思叫金固子 也就是活化之后 有一种借鉴 非常坚固 而这种坚固子 不一定是某一个部分激活的 你比如说骨骼里面有 有这个结成舍利的 这个头发也可以结成舍利 血液也可以结成舍利 疲弱也能结成舍利 所以这个使我们一般世俗人看是很不可思议 在从前活化之后 几云到舍利 一般说法它的心清静 修行多少有一点定的功夫 禅定的功夫才有这个瑞相 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好像这个活化之后 见到舍利是越来越普遍 舍利舍利华我们看到很多 听说很多 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坚固子呢 这个很难讲 真正的坚固子 你可以用铁锤去敲它 铁锤能够敲挖了 舍利子舍利如如不动 那是真的 在过去谭虚法斯 在香港原籍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英国人感到很稀奇 就拿了他一颗舍利 真的用铁锤去敲 下面垫的是钢板 上面用铁锤去敲 果然敲不碎 这个铁锤就都挖进去了 舍利还如如不动 这是外国人看到 这是贪为稀有 所以这一般简的舍利 好像是舍利的样子 如果我们用力 咽压的时候 往往它就破裂了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不是真的 现在这个社会 真的是世风日下了 样样东西都有仿冒 都有假的 无论什么 在日用城 吃得也好 穿得好 用得好 仿冒假的东西太多了 好像现在这个舍利也有假的了 也有仿冒的 因此舍利火化之后 有没有舍利不关紧要 有没有舍利也并不表示他修行正乎 只可以说他修行有一点功夫 不能代表他正国 念佛人也不能代表他往生 那真正念佛往生是看他临终的瑞相 从这上来断定 这个舍利他的意义已经并不很大了 我们知道就好